之前叫你們在家裡 準備一些沒用的東西 準備好了嗎? 有,用完的支筒 非常好 耳青姐姐,你準備好了嗎? 有,之前用的橙色紙 那就好了 今天我們做一個環保小手工 用你的紙,還有他的支筒 做一個… 支筒小婆鞋 很有趣 那我們一起… 小收紙,工作室,子內在意 我最得… 家裡的小朋友 你們也可以數一數這個QR曲 下載工作室和預備好材料 一起跟我們玩吧 看看這次要預備的材料 主要包括有這些 Hazel 大家好… 各位小朋友,你們好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見過蟹的呢? Hazel,有沒有見過蟹? 有 你在哪裡見過? 爸爸媽媽買回家吃的蟹 那你知道他們是怎樣走的嗎? 橫行走 橫行走的 Bella,你有見過蟹嗎? 有 你們在哪裡見過蟹? 沙灘 沙灘 他們的樣子是怎樣的? 一個鉗的,對嗎? 對 各位小朋友,都很好 很留意到身邊的事物 今天我們一起做一個 子筒小婆鞋,好嗎? 好… 好,立刻開始了 桌面上我們會看到有個子筒 我們先把它畫一條線 大約是四分之一 對,就像剪一條邊一樣 四分之一,剪四分之一就夠了 然後就把它剪出來 用剪刀的時候,爸爸媽媽或大哥哥大姐姐 可以幫忙 對,小心 用力 好… 接著我再放在橙色的紙上 遇上這個長度 畫一條線 我們要用橙色的紙包著 我們量度一下它的大小 用圓筆畫一畫 這個長度 把橙色的紙摺出來 就可以把它剪出來 對,也是吧,用剪刀的時候 爸爸媽媽、大哥哥、大姐姐 也可以幫忙的 量度一下 好 量度一下它 對,需要的橙色紙有多少 然後把它剪出來 用剪刀的時候 當然可以考考你們小手指的力度 對,多量度是否足夠包著我們的紙筒 對的話,我們用橙盒筆 塗滿它 然後再黏住 塗在這裡 沒錯 對了,蟹是怎樣走的? 橫行 橫行的,沒錯 蟹的蟹蟹,你覺得有什麼用嗎? 這麼大的蟹蟹 蟹蟹 蟹野食 蟹野食,對 蟹野食 你猜一下它會吃什麼 在海洋當中 或者在一些沼澤當中 你猜它會吃什麼? 魚仔 對,有魚仔吃,沒錯 其實蟹還會吃一些小小的動物 當然海洋當中 可能會有小小的魚仔 甚至是小蝦仔也會 好,接著我看到你們的指頭 應該已經黏好了 好,黏住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還要用雙面膠指幫忙 我們就要將它筒尾的位置 再壓扁一點 再壓扁一點,將它黏住 有點像牙膏 按扁它,可以嗎? 可以嗎? 給點力氣,對了 小手指,給點力氣 對了 這裡就可以… 行不行? 對了 用力氣,對了 按下去,對了 好,先黏住它 對,好,是不是像牙膏一樣? 對,下面比較扁 好,接著我們就用毛條了 我總共有兩條 先用第一條 一條我要剪成八條 因為它就開始用來做它的腳 對接 對了,一開二 二開四 四開八 對了 就這樣對接 你看到已經有八條的毛條出現了 我問問你們 多數是在甚麼地方可以看到蟹的呢 濕地公園 濕地公園 我們高客除了在濕地公園之外 還有甚麼地方可以看到蟹 還有哪些地方有水的 沙灘 對,沙灘也有機會看到蟹的 好,沒錯,是八條的 好,最後摸摸一下 好像一個L型 摸摸 摸 變成90度 L型 對 八條都是這樣做 蟹 很多 沒錯 對,就是L型 像蟹的腳嗎? 像蟹的腳 好,完成了 接著就將蟹捏上去 蟹的腳會在蟹的身體哪裡呢? 哪裡? 沒錯,在旁邊的 對,左右兩邊 對,都黏上蟹的腳 好,做起了一邊 還有另一邊 好,一條一條的蟹的腳就可以黏上去 對了,Bella 你猜一下蟹鉗這麼大,有什麼用呢? 刮孔 沒錯,其實蟹鉗真的有很多用途 除了蟹的食物,也可以刮孔 有時候還可以保護自己的身體 因為牠這麼大,對嗎? 好,我看看大家做得如何 八隻腳都完成了 接著我要做蟹鉗 把這個蛹毛條一開二 一開二 對了,對摺了之後一開二 接著將這裡開始扭曲了 好像扭了一個蝴蝶結一樣 第一個蟹鉗,再做另一個 兩個圈好像蝴蝶一樣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做了一個蟹鉗了 試試看… 扭一個圈,再扭一個圈 將兩個圈繞在一起 對,好像打一個蝴蝶結一樣 對了 好,上去黏上去 蟹鉗的位置就會黏在旁邊 對了,將它黏在紙通上 記得了,將它凸出來 不要把蟹鉗藏起來 這個蟹鉗有一個大一個小的 是嗎? 有大小的蟹鉗 好,接著還欠活動眼睛就可以了 我就會做兩條的紙條 橙色的紙,剪兩條紙條出來 接著上面就會黏上活動眼睛 好,接著拿上面膠紙幫忙 好,接著就將它黏上去 第一隻,接著再黏上這隻 我的紙筒小螃蟹就完成了 你記得了,那隻手、腳向著你的手心 手心 眼睛向著自己的前面 然後先黏上眼睛 對,手心… 好,讓大家看看 又有眼睛了 大家的作品都完成了 不如這樣吧,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我還會找到一張彩色的背景紙 做一下這個小螃蟹的背景 大家說好不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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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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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不宜迟,马上开始 好,Bula,让我过去这边看看 你好,Bella 是 拿了这么多色彩繽纷的东西 是 一开始做些什么好呢 Bella说要做一个珍珠 珍珠 就是这个可能是背壳的旁 对,这个是背壳 这个是背壳 珍珠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和如何黏 你这个黄色的背景是代表什么地方 沙坦 沙坦,好 好,好,黏上去 好,这个是珍珠 是 好,黏住了 我们要做多少个珍珠 四个 四个,好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好,加上这个四个 那麻烦你拿一些碎石出来黏 对,是不是呢 大一点 是 黏上去 黏上去哪些 OK 好,好 好 好 这个珍珠很大 好 好,好 好,在这个沙滩上面还会有什么 一些石头 石头 石头 石头会用什么去代表呢 用柳子去代表石头 好 就四个珍珠 接着就开始做石头 石头的摆放位置你想怎样 Bella,放在哪个位置最好呢 在珍珠旁 放在珍珠旁 好,好 这些呢 是不是都需要 好 你先选哪个尺寸的石头 选哪个 这个的 好 你猜这个小龐蟹 还有什么朋友和它一起 龙虾 龙虾 那你会不会画一只龙虾 或者做一只龙虾给它 配合它 不如待会我们再画一只 好吗 好 在这个沙滩上面 又有背壳 又有石头 我看到珠珠 珠珠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的 记住 砂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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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粒粒放上去 哇 你立刻变成这幅图画 而且很有沙滩的意境 对吗 很色彩缤纷 是的 平时我见到蟹 通常都会在家里见到 是的 都比较少会在 可能郊外的地方见到蟹 是的 多数真的要去到 可能一些湿地公园 沙滩 或者一些红树林 那你就会见到蟹 还有我们见到的时候 可以欣赏一下它们 当然小朋友 就不要直接走过去 对了 避免你吓死自己又吓死它 对了 因为蟹鉗其实很丰利 而且力度很大 大家真的要小心 知道 好了 我见到整幅图画已经出来了 还有很多粒粒和珠珠 你好 Hasel 我见到你拿了很多素材 很漂亮 一开始你怎样做 做哪一样 这个当石头到复快一点 好 好 然后这个当海浪 这个是白色的海浪 好 做哪一样 海浪还是石头 海浪 做海浪 好 好 我们把双面胶纸在这里 然后把棉花上去做海浪 这个小螃蟹一定很开心 好 你觉得它应该在水 在海浪上 那它应该是什么颜色 背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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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 好了 先把海浪上去 是 那你猜一下 小螃蟹有没有朋友 多吗 有什么朋友 它最好的朋友是什么生物 你觉得 大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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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蟹类 好 黏了海浪 接着我们就可以 去做一些石头仔 还有 石头仔 又可以 加一些双面胶纸上去 幼身一点 就黏一些石头仔上去 你平时 你会喜欢看海洋生物 还是看陆地上的生物 陆地 陆地 你有什么东西你喜欢的 小鳥 小鳥 你那个是天空 猫 猫 喜欢猫 这个在陆地 猫 猫仔 为什么喜欢猫呢 很可爱 很可爱 我考虑你们 你猜一下 有哪一类型的蟹 有一只蟹蟹 是特别大 你猜这种属于什么蟹 叫什么名字 你作个创意的名字 单脚蟹蟹 单脚蟹 好 厉害 单脚蟹 但也不是 是 这个名字是你作给它 是 它呢 是 它姓椒的 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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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蟹 椒什么蟹 椒拳蟹 它叫椒潮蟹 是 一边的手臂 即一边的钳 是特别大 用来保护自己 亦可以吸引异性 所以这只蟹很厉害 单脚蟹有一只很大的钳 很特别 就行了 再让你们见到 原来这只一只的 grandes金钟 就可以和他们打招呼 对 你会怎么打招呼 好好好 您找到 这是 нам 再黏上去 多一些 我覺得這條痕就像我們中國的女士穿旗袍 旗袍也是有這樣的設計 現在把它粉色 那這隻是旗袍蟹? 你的意思是她喜歡穿旗袍 沒錯 馬上變漂亮了 這隻小龐蟹穿了一件很漂亮的旗袍 希素,你這隻龐蟹是小朋友還是大人? 小朋友 小朋友,這隻小孩是寶寶 是嗎? 好 馬上就閃光了 另外一邊有一點彩色 還要在這邊連彩色 繼續粉色一下 藍色以外的顏色是嗎? 你大概會不會想做這個時裝設計師? 對 你這麼喜歡製造的衣服這麼漂亮 你很有想法 馬上,衣服就差不多了 不如可以分析其他東西 你剛才說你想用這些貼紙來做什麼? 這些大大的貼紙 貼在這裡 貼在這裡 好,貼上去吧 好 我看到小朋友的作品都做好了 都是這樣 Bella,立刻跟我們介紹一下 你這個作品叫什麼名字? 陳寶的小朋友 陳寶的小朋友,為什麼? 為什麼?為什麼幫她改這個名字? 因為它在沉寶 它在沙灘沉寶,對嗎? 是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貝殼 貝殼 那這個呢? 這個是石頭 石頭 你這個作品很豐富 小朋友真的充滿創意 我也想一起去沉寶 不過還有一個就是Hazel的作品 麻煩你 是 這幅畫叫小龐蟹魚大海洋 那你這個海洋裡有什麼? 你介紹給大家 有海浪,有石頭,有貝殼 是,貝殼 還有一些星形的那些呢? 海星和小蟹蟹 它穿著一件衣服 穿著一件閃亮亮的衣服 很有錯意 真是很開心 我也想和這些小朋友一起去玩 家裡的小朋友 是不是很想知道 我們下一集的 小手指工作室做些什麼呢? 是的話,爸爸媽媽 快點掃描這個QR Code 下載定工作紙 以及準備定所需要的材料 約定你 下次一起邊看電視 邊做好玩的小手工 下次的小手指工作室 再和大家見面 再見…